鸿蒙OS 2.0发布,12月推出手机版本 2020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于9月10日召开 华为鸿蒙系统2.0正式发布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晨东表示 今天会推出大屏、手表、车机鸿蒙OS 2.0 Beta版 12月份将会发布手机版本 2021年华为智能手机全面支持鸿蒙OS系统2.0版本 此前手机芯片厂商联发科技发布了 为美国地区量身打造的5G系统单芯片天机1000C 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战爆料 目前天机1000C的跑分已经曝光 跑分和华为麒麟825开 超过骁龙765G很轻松 作为对比 天机1000C的GitBench单核跑分为601 多核跑分为2365 于晨东表示 在经历三轮制裁的情况下 去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达2.41 位居全球第二 今年上半年手机全球发货量达1.05亿 消费者业务销售收入2558亿元